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挺厉害的 人力物力我们用了在很奇怪的地方 今天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了 我相信我都没有在这里 试过主持一个自己一个人的节目 因为其实很坦白很难请嘉宾 希望请到一些人上来可以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上来就有很多顾虑 变成了我都很难真真正去找到一些大家认为满意的嘉宾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以前我那个年代 如果真的要接触一些叫做黑道或者这个世界另外一面的东西的时候 我那个年代其实没有现在那么先进的 真真正正是要认识到这些人或者在这些地方流年 你才会有这方面的信息 再不是警讯那些就真的很皮毛 到现在的警讯我觉得进步了 现在的警讯说话反而比我们以前看警讯说话 是深入了一点点的 真实性又高一点点的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看到警讯的话 如果大家是有留意看的话 应该都是有效一点的 那么我们那个年代就真的完全要接触这一方面的事情 或者群起这些人才有这方面的资讯 那么变成了很多很轻骗的东西 很多很轻骗的传闻 我们都会很有趣的了 觉得都是很新鲜 很真正当戏那样看的了 那么就是例如 我想现在跟我差不多年纪的 以前年轻出来打滚过的 有时候听闻了 哪个哪个说在哪里很厉害的 哪个他看的 就是这些传闻已经是 我们那一年代这样传的已经很聪明了 那么但是到现在呢 因为我经常都讲资讯科技发达 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变成了大家 我相信想知道的东西 要是更深入一点的 那么变成了要请人来说 除了那个时候大哥宸 是真的肯露面又出镜 又说过话之外 其他都不是很成功请到 那么希望将来 我现在偏向想请一些 譬如诚教署那些 但是我又不是太过有面子 去请那些人 那么希望有些是做诚教署职员的 不出样子的 都可以请到他说 里面的真真正的管理 是怎么样那些 那么但是言归正传到今天 那么我始终都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网上都可以看到的东西 那么现在就科技真的发达了 那么变成了呢 在Facebook一个社交网站 近来呢 我发觉呢 有一个在那里传呢 就一个叫做全球十大黑帮 华人占三 那样东西 那么我之前呢 我想我也有讲过一下 那么这一篇东西呢 那么我又有真真正正的看过一下 那么又做过一些 其实是网上的资料搜集 那么我发觉呢 现在的世界很有趣的 嗯 以前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家庭会是怎么样的 以前我们 就是我家里的家庭呢 就是说没有人会提及这一方面的东西的 那么有个朋友有民生的 就是我爸爸妈妈那些朋友 就有民生的 其实我都觉得他是 已经是大恶人的了 那么 那么 所以呢 我小时候呢 其实很少听到说这一方面的叫做 八卦东西或者新闻 那样的 都是看电视的那些看到 到大个真是学坏了 出来群人出去玩了 这样才有听到一些香港的江湖传闻 那么 那么 但是全世界的呢 我觉得香港是很奇怪的 就是我明白到 罪案应该是全球的 就是有那些什么国际刑警 诸如此类 那些很多关联的 就是我觉得香港的毒品 不是自己在香港种的 一定是外来混进来的 那以前就多数应该就会在外国 那现在就多数在大陆 那这样 那这样 那我觉得全球的黑帮应该是会有联系的 那但是就说 没有什么 哪个会提起全球的黑帮 甚至乎我以前出去刨 就是可能那个层次不够高 最多都是些什么呢 有些兄弟可能衰了官妃 各样那样要着草的 可能就会去台湾 那些这样 着草在台湾 就是现在都有些手足在台湾的 那最极其量都是这样的 那当真真正正正 讲到全世界的黑帮的时候 来来去去我 我只认识日本 就是大家经常都听 山口祖 什么祝吉祖 这些这样的 那台湾 那些叫祝联邦 那些是这些 真是在什么黑手党 那些已经是 对我们来说很遥远 那接着之后 看了这个帖子 我发觉有些事情很奇怪 他说全球十大黑帮 那华人占三 我觉得在网上这些这样的帖子 很多都是 其实你觉得它是真还是假 我又觉得一样东西 就是说 你就当它是一个叫做 古惑仔八卦雜誌 这样看一下 但是我看到里面那些东西 我想和大家都很想分享一下 他第一个就是这个 我经常在节目 我都有讲的一个家族 叫做罗斯法尔的家族 这个就是 他叫做 banking family 那其实我那时候说 我就不是关黑社会的事 我在讲的时候 我就在讲这个 货币战争里面的 一些提及的 那这里讲得很厉害 这个家族又说刺杀 这个总统金乃迪 朱如次女 这些都是一些 传闻来的 那我上网看过他的东西 其实真的有这个家族的 那其实他也是一个 经济银行家族来的 那但是就 他现在的 辉煌历史 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大影响力了 那说到 那时候还可以和 纳粹德国 大家去谈谈条件 诸如次女 这样的东西 不过 大家就可以 真的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我上网看 找这个家族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找到很长篇大论 这个家族的 诸如次女 那些怎样的 挖起 怎样滲透这个世界经济 那些那些 其实都值得去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 因为我经常都说 一件事就是说 容许我这样抽一下水 现在我觉得 在香港来说 很多社运的组织 或者很多 争取自由民主的组织 我不管什么组织都好 是很有心 但是没有经营 一个组织 那种的 心思 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 变成就是说 第二节 将会都讲到一些 我们香港的 经常都面对到 或者被人搞的问题 都是这一类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家族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值得去看的 那 不管它是真的假的 它那个概念 它整个家族的 那个 经营模式 我觉得都很值得参考的 那第二个呢 这个 我也有听闻过 就叫做鸿门 那鸿门呢 所以 在香港 我觉得它就变了很多 其他不同的字头 那 但是呢 在外国呢 都还有 他们的组织 那样的 那它 《源自于天地会》 和《诸如此女》 这些资料呢 大家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 我也都不再多说了 那有趣的呢 就是说 其实孙中山呢 其实原来都是鸿门的一位大哥 就是之前 那他也是 他都在 那时 即是在香港 那些都有一些的分坨 那样的 那源自天地会 诸如此女 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做兄弟的时候 都会有一样 什么叫做 就是江湖兄弟 三点水兄弟 就是鸿门兄弟 那样的 那这个呢 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香港的黑社会 的最初型 因为它就 然後,源自於反清,什麼東西反清的 之後就說要什麼東西北洋軍閥,我不是很熟悉那時候的歷史 總之就是那時候一些反政府的組織流落到現在 就演化為現在的一個叫做所謂的黑社會組織 在外國有些地方就是合法的,有些地方就是非法的 但是鴻門給我的感覺,他就在外國都有我們這些分支 其實大部分的都是這些福建人,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說,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爛仔生活理解,可以這樣說 國內,大家可以看到,首先開始發達成熟的就是我們南邊這一堆城市 所以我們北方人就很怕我們南方人的 甚至乎現在廣州軍區司令都不是南方人來的 全部軍區都是北方人掌控的,這樣 所以廣州軍區的那個總司令都是北方人,這樣 那麼我們南方人其實因為他對外的,首先彈起的就是福建人 福建人那時候走些什麼呢?走私人蛇那些是最多的 那麼有什麼福建遠華集團,那時候都很出名的 那麼就是走人蛇,又有隻船,那時候擱淺了又死了很多人 我那頭是不好意思,我那頭戴完頭盔就會變成這樣 那麼在那個,唉,打亂了我,我還說病 那麼福建人那時候搞走私那些,那樣就起家了 那麼就變成了,去到很多在外地唐人街的地方 的黑幫呢,都是福建人居多的 那麼但是現在呢,我開始覺得呢 就並不是我們華人是玩完了 有些第三世界地區的人呢 都開始是,叫做在外國的地區 有他自己本身的勢力了 例如,譬如越南人那些,他自己本身為內 都有他自己的一個黑勢力,在外國這樣 那麼,所以鴻門這些呢,我覺得已經是去到呢 一些比較沒落的一些叫做黑社會組織來的 因為現在來講,我覺得已經不是 真是好像以前那樣,動一些就會拿東西 說打架那些這樣,現在大家都是做生意居多 好,那麼第三個呢,這個是我覺得 大家又是有必要要參考一下他那個組織性的 這個叫阿富澤,我想是日文的一些譯音 那麼這個呢,其實原來包括了 山口祖,道村會,還有什麼駐吉會 這三個組織的 就是其實日本最大的那三個組織的一個龐大的 日本的黑勢力,那麼他那些人呢,就數以萬計 就是他那些會員就數以萬計 那原來呢,那時候,我看回他的資料呢 其實很有趣的,你說這個叫做阿富澤 那樣其實是一些什麼,我想他是一個日文的譯名 但是他裡面那個體系呢,原來是幾周密的 那原來他源自於呢,我們應該都幾熟悉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些什麼的戲呢 就是講那時候日本仔打到來大陸,就是打來中國 日本仔打中國那時候那些戲呢 原來他那時候呢,在這個黑龍江 他們是組織過一個叫做黑龍會的物體的 就是日本黑社會都滲透,就是滲透中國的 那時候打進來的時候都是想著這樣的 那我想他做一些dirty jobs的東西啦 那之後之後慢慢才又變回 就是他的最初型來的 那之後呢,我知道也是二次大戰之後呢 日本呢,他經濟蕭條啊,各樣那樣 那些很多人就搬一些東西出來擺賣 那些東西就... 那之後呢,有些人也都維持秩序啦 那那些就是山口祖的... 最早期的山口祖就是這樣形成的,在日本那樣 為什麼我會說這一點呢 就是說,因為我經常覺得日本呢 他那種經營模式呢,是經營得很好的 很周密的 而且呢,他是成功轉型了的黑社會來的 我覺得就... 就是可能他那個... 日本人那種質素的問題呢 在我心目中呢,就是說... 當然他也都會做很多有犯法的事情 那但是呢,其實他另外所做的... 他將他怎樣是...企業化他啦 怎樣將他上軌道啦 怎樣將他染指於這個政界啦 因為他... 金融啦,所有東西呢 他是做這個... 滲透那些他做得很好的 就是我覺得日本的黑道 是...是做得是幾... 幾進步的一個黑道來的 那其實大家都是可以... 參考一下他的經營模式 並不是說...要大家說... 學他怎樣去身穩手辣啦 怎樣殺人放火做犯法的事情 而是一個黑幫的經營模式 就是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說... 我經常覺得大家現在... 在這裡做社運 很多事情都苦無這個寸進 就是第一,大家不團結啦 第二呢,大家是有... 不同那個... 行動的模式 那種思想啦 但是其實呢,都並不是十分之成功 但是為什麼大家不去參考一下一些... 其實他都是一個秘密的組織 都是一個... 別人稱呼為黑社會的組織 就是一個政府要打壓的組織 但是別人都可以走得這麼好呢 問題就是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那第四個呢 這個呢,我覺得厲害了 哥倫比亞的... 獨囂的一個集團 叫做... 那麥德林呢 其實原來是一個地方來的 但是他也有一個集團 那麽這樣... 那麽這裡呢... 那麽之前那個... 最大的那個頭號那個... 毒犯呢 其實已經被抓了的 那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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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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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不是說好像我們現在經常打到飛起那個什麼東西 以色列、巴勒斯坦並不是這樣的地方 它只是純粹一個毒品的中心的一個地方 之前它的政局很混亂 所以大家就會趁亂去做了一個毒品的中心 聽聞這個集團簡直是買了一個群島 然後在那裏做一個基地販賣這個毒品 也說他們自己本身有幾萬軍隊 我想現在就沒有了 因為頭號的毒品已經被拘捕了 但是傳聞說它還在掌控這個市場 最主要的毒品市場就是做南美、美國、歐洲 甚至乎亞洲都有染指的 這樣說 沒有辦法 黃島讀三樣東西 讀我覺得是這個世界最賺錢的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煙草商 這個是一個sid track 以前煙草商可以染指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球類運動 各樣的體育運動 那時候的體育運動 就做得很厲害 因為煙草商 基本上對我來說 其實它是賣一個合法的毒品 所以它賺的錢是可以很多很多 你想想香港的 現在煙草稅加到200%還是多少 都會夠這麼多人吃煙 你就知道煙仔的魔力其實有多大 變成毒品是更加 變成他們做毒品生意 混毒的 他們是用武力式去運載毒品 即它可能有隊軍隊去壓運毒品 可卡因的 你怎麼借它呢 變成現在 其實我覺得世界已經是 不會好像它那時候 這個紀錄那時候那麼厲害 那時候它簡直是 誰查它都可以倒塌 誰推動禁毒 它都可以買起它 但是現在我相信就沒有那麼窗旁 但是呢 我講到現在這裡 另外有一些就是說 其實再講下去 我覺得就 其他那些對我們來講很遙遠 什麼墨西哥、黑幫 這些我們不是去到那邊 都應該接觸不到的 那些俄羅斯、黑幫 這些傳聞就說很厲害 好了 到第七的大圈幫 我相信就 一個統稱 就是因為 其實大陸人很有趣 他們是要去到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他們才會和聲同氣一些 會團結一些 如果在自己全部都是在中國人的地方 他們就會自己打架 我覺得中國人是很奇怪的一個物體 等於入到監獄一樣 好像那時候坐牢 不同字頭的就會分一堆 現在聽聞就有大圈 也有大圈 就是大陸仔 就是一群 大陸根本一向以來 都沒有什麼黑社會團火的 在我心目中有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之前的節目都說過 大陸都是分這個地區的 我是湖南的 我是四川的 就是這些這樣分的 變成他們裡面 都沒有什麼真真正正的 好像我們香港有字頭 或者好像日本那樣 整個組織 都沒有什麼這些 變成就是說 但是他們去到外面了 下來香港了 或者去到那時候 或者福建人去到那時候 都是一群大陸人 都是大圈的 變成這個 是不是真真正正的一個幫派呢 我又覺得並不是真真正正 可以叫做一個幫派 另外什麼猶太幫 一些都是小數族裔的幫 另外加拿大就說 有地獄天使 這些我覺得是 純粹是一個摧虛來的 因為加拿大 我覺得這個地方 基本上就 幾太平的 也都沒有什麼特別多 很多的 在我心目中 就變成那個 黑幫我想都是 吃慣碳慣的那些 我聽聞 有些越南仔那些 就說 在那邊是比較 會做一些偏滿的生意 其他人我想都是 養肥慣的 好了 去到第十了 由我們香港的 他就叫做統稱 叫做三合會 我相信大家 在香港人 就是 聽這個節目的 或者很多香港人 都知道 就算不知道 所有香港 三合會的名稱 總有一 一個半個大家會知道 是不是 就是 這裡就統稱 叫做香港三合會 它又吹噓到 又說懼怕的 犯罪屯火 又有路 又詭秘 組織而密 這一篇東西 很明顯又是 簡體字的 還要是國內的一個 的文章 去到這裏 我其實覺得 我有些少 我不是說鼓勵大家 加入黑社會 或者不是鼓勵大家 什麼東西 而是有些少 是 叫做悲哀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人家的黑幫 我看到 你說犯法的事情 雖然人家是做很多犯法 各樣那樣的事情 但是那個系統 我覺得人家外國的 黑幫的系統 無論是 真是 紅嫂六眼翻鬼佬也好 真是亞洲人 日本人 甚至乎台灣人那些都好 那個制度性 我覺得 是比我們香港的黑幫 是完善很多的 而香港的黑幫 我覺得真是 他很有香港人的傳統 即是 現在我們大家 經常都在吵 一件事 即是 核心價值這個問題 講了很久 經常講 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是什麼 很多人我覺得 很美化了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什麼獅子山精神 這些 完全是九五八八的 對我來說 完全是 吹水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說 香港人 在某年代的人 就真的有獅子山精神 就真的有 肯苦耐勞 可以捱苦的 這個精神 但是到某個年代之後 就沒有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到某個年代之後 某一幫上了岸的人 他就是完全 他可以說 可以控制了整個遊戲的遊戲規則 之後呢 就到 一幫根本 死做難做都做不得好的人呢 就開始 哇 有沒有搞錯 反對 諸如此類 想那個制度好些 等等 變了 大家呢 那個想法不同 而 那一幫想說 那個制度不同 那些呢 又另外出了一幫呢 是會在這個制度裏面 游走 去賺好處的人 就是為什麼我這樣說 就是怎樣說呢 就是可能說得有點複雜 就是說 那個制度其實不是很公平的 有一幫人就走出來反對 而另外一幫人呢 就明知有一幫人走出來反對 而也都知道有一幫人 在玩這個制度 而他在中間就游走的 就是 就是 例如 我就是 來到這裡 就是變了我覺得 比較複雜 我不是太懂得怎樣解釋 就是 有一幫人正 有一幫人反 那兩幫人呢 就大家是很看到的 現在很電視啊 或者什麼的 大家都會感受到的 例如 一幫就說我要佔中 爭取民主和平 一幫就說我要反對佔中 為什麼呢 因為會影響到賺錢 各樣那樣 有兩幫這類人在 好了 而大部分的香港人呢 其實我都是游走在中間的 而已 你反倒就反吧 你反不到就不反吧 總之不要搞到我們 就可以了 現在香港的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所以在黑道裡面的人 也都差不多是這樣 他理得你什麼制度 理得你誰做話事人 各樣那樣 有沒有威亞公盡力 怎麽怎麽沒有 總之現在我走這條路 我賺到錢的話 我管得阿公是誰 所以我會覺得在香港 他講到這篇文章 講到有如何 有組織、腳踏躍 在我的角度看 香港真的上了軌道 或者真的走得很好的社團 是買少見少 以前我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社團 我那個年代還有很多 現在我想我講出來 都沒有誰我認識的社團 我免得在這裏公開 講社團的名稱 不過我看回真真正正 在我出來走到現在 可能短短十幾二十年期間 已經有很多社團真的沒落了 只不過為什麽會這樣說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就好像人家那些 為什麽可以長長這麼久 可以你維基搜尋的名字 可以搜尋到 但香港為什麽某一些社團 去到某一些情況下就不行 我覺得始終這真的是 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現在變成有好處 我就第一個衝出來 先拿了 沒有好處 而又可能阻礙到我的 我就第一時間先不要做 你不要阻礙阿公找食 就是不要阻礙我找食 我找到食之後 我才想其他事情 我找不到食之後 我理得你共產黨 我理得你解放軍 駐守 所有事情對我來說 都沒什麽所謂的 因為大家都這樣想 那麽多人死 應該都不會到我死的 個個搞都搞不到我 是吧? 像是田北俊說的 我理得他真普選 假普選 總之我們要選 總之人有我有 香港太多這些人 所以社團都搞不定 希望大家看這些 叫做黑社會花邊新聞的時候 亦都可以想一下 為什麽別人搞的社團 可以搞到 那麽有聲有色 而香港的社團 到今時今日都沒有說 可以搞到 好像別人那麽有聲有色呢? 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講一下 clerk 檢查 嘖 你最 غ朽的 女兒也不英雄 白癢 誒說話快點 別人 這女兒那麼肥 幫助 應該角落 招 Want to call you 就 Sinn 指向點點 打招作代表 夠不夠安 上來做30分鐘節目呢? 你夠安 電郵去 寫τά ign 講出你想30分鐘做的是提材 多少個人出鏡 和你的個人聯絡方法 題材不限、男女不驅、酒色才氣、星色犬馬、賭博投資、音樂旅遊、時事評論、攀主種花、玩具服裝、求愛是愛、愛情性愛、什麼賊都行 黃金機會發揮自己才華,表現好的還有機會做低俗頻道第二梯隊節目主持人,還一定有巨馬費 快點報名,別騷擾 節目7月中就出門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